当宅宅下班的时候 将会打开 昂的开关 宅宅下班中 昂 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宅宅下班中 我是阿直 我是布姑 大家今天看漫画了吗 看啦 还有动画哦 居然连动画都看了 真是不错的 这一部难得是漫画跟动画都有 稍微有点知名度的作品哦 对啊 不过在这之前 大家有没有觉得 好像阿直跟阿姑失踪了很久 一个月都没有出现 其实刚刚开场的时候 我有一种就是陌生感 对真的好久 我们怎么讲 上个月因为主题的关系吧 我就跟那个三梅说 啊我pass这个月 然后就真的就逃走了 怎么说 这种写实类的作品 嗯 我不知道类流程了 那总而言之 就是这个月就换我们这次 叫做末世月 阿直想讲这个很久了 对啊 主要是因为想说 那时候其实也好玩啦 都12月就想 那就一年要结束啦 那就来讲一个 世界末日的主题乐吧 所以就把那种 世界末日相关的末日作品 收集一下 对 12月了 年要结束了 那就让世界也结束吧 这种感觉 对 所以啊我们就挑了好几部吧 我就想说就是从几部 算是以末世为背景的故事 那挑几个比较算是 不同类型 原本是想挑代表性啦 可是后来想想 还是挑自己私心好了 所以我就挑了自己的私心作 就是我这次选的 雪原孤岛 耶 雪原孤岛 这部作品 它其实因为 之前动画化的关系吧 有稍微红了一阵子 我就预设大家好像还没看过 要预设大家没看过吗 还是预设大家都看过 预设没看过 预设没看过 好预设没看过 我想要做一个就是完全的听众 再听一只阿指再讲一次 你是说关于雪原孤岛的内容吗 没有就是身为一个 没有看过的听众的角度 感受一下初心 因为我看这部的时候 我还没有认识实体阿指 那时候是在阿指的部落格上看了 然后被吸引了 是才去看的哦 而且的确我觉得OK 我觉得好看 好好好开心哦 这部雪原孤岛 它其实原名的书名 应该叫做学员生活 然后它在那个漫画第一集吧 同时也是动画第一集 它实际上玩了个很大的叙述性轨迹 这样就直接讲出来了 不过因为其实我觉得 大家在看完第一回的时候 就大概知道这个世界发生什么事了 所以其实 我就稍微 稍微捏它一下 应该没关系吧 因为我们是 对讨论 讨论的时候 我们开头是不会剧透的 好好好 对 那 学员孤岛的话 它的故事是描述四个女高中生 她们是所谓叫做一个学员生活社社团的成员 那她们学员生活社的社团的目的 就是在学校生活下去 享受学员生活 对对对对对 享受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那种一个神秘的社团 对 那这个故事就是由我们那个算主角吧 那个杖枪游记 不过因为后来她的姓氏好像很少在故事中出现 所以我们都叫Yuki 然后另外一位是我们那个会飞虚则胡桃 叫胡桃就好了 还有一位洛霞优理 跟之后会加入的新成员叫做植树美济这样 这四个女高中生 一开始的时候在学员生活社只有三个人 就是游记胡桃跟优理 然后还有她们的指导老师 那个词叫做什么 美姑米 美姑米 游记都叫她词姐啦 她的姓氏叫什么去 我有点忘记 因为大家都叫名字 所以搞之后我都得忘记她们的姓氏叫什么 好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我觉得大家如果在看这部的第一回的时候 一开始就是看到一个好像很开心的学员生活 以游记的视角看到她很开心的在学校里 然后跟大家说嘿早安啊 然后到处那种晃荡啊 然后去学校很快乐的在班上上课啊 之后下课之后去参加学员生活社的社团 可是就是一直到那个最后一幕 因为那个过程嘛 在第一回的过程中 你会觉得好像一直有一种很奇怪的违和感 就是游记她的举止看起来好像很正常 可是你就看到其他另外两个人的那种社团成员 那两个人的反应就是很微妙的 很微妙的那个应对 对 老实说我超喜欢这种的 这种微妙的诡异感 我觉得这边是开头真的是最有趣的 我那时候看到开头就是眼睛一亮 真的真的真的 我觉得这部最有趣的地方也在这里啊 嗯 好 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 其实刚刚也说的差不多啦 因为毕竟我们刚刚 这是一个末世约的作品 拜托我觉得 咱们台湾的翻译教学员孤岛 本身是最大的剧透好不好 对啊 他就很直接的算是把整个故事的氛围讲出来了 嗯 这点有点可惜啦 台湾的翻译就是这样 对但也没关系啦 那我就直接说好了 就是 这其实是一个丧尸类的作品 僵尸围城 嗯僵尸 这是一个僵尸围城系统的作品 然后 里面的僵尸是阿祖我最喜欢的基本交易派 就是那种最朴素的僵尸 把脑袋打爆之后 他们就不会动的那种 然后 没有理智的那一种 没有突然出现一个 统治丧尸的丧尸王这样 对对对对 也不会有什么超能力 什么没有没有 就最基本的基本交易派 我最喜欢基本交易派了 丧尸类的作品其实还蛮多的 欧美很多 像那个最有名的英诗录吧 对 英诗录那一系的就是以那种 呃 人性的 人性的丑恶跟善良为主的路线 像那种作品的话 嗯 我觉得 丧尸末日类可能就看两种 一种就是 愉快的切菜砍卦 另外一种就是看人性的 挣扎跟纠葛 都有各自不同的魅力 真的 各自不同的魅力没有错 所以其实当时我就在想说 墨士啊 挑一篇我很喜欢的丧尸类 丧尸类 为什么会喜欢丧尸类 就是我觉得那种 打爆人形的脑袋 应该是大家内心渴望已久的 欲望 说到这个学院孤岛有一个非常酷的武器 我看到的时候就觉得 嗯 非常是高中生少女的一个武器 呃 你说什么铲子吗 是 超大的铲子 铲子 铲子这玩意儿基本上是推荐武器呢 大家如果有看过 看过什么呢 呃 我想要这时候顺便推荐个两本书 是那个 一本叫做那个 末日之战 就是后来有那个拍成电影的末日之战 跟那个作者 就那本那本小说的作者 他有写另外一篇就是 呃 好像就是 如何教你在那种末日生存手册 就遇到丧尸末日时 你要如何生活下来的手册 嗯 那本书也很好看 不过那本书 它是把写成煞有其事的工具书的感觉 里面教你说 你要如何 呃 如何筹措物资啊 如何确保根据地啊 然后 如何选择武器 对 里面的武器 他就推荐铲子 呵呵呵 我说铲子很好用 他有一个被称为神器的那个 撬棍吗 撬棍 有一个 他里面好像是 一个改造撬棍吧 他好像把那个战车的 干 他们叫什么 导脑棒之类的 不过那个是在末日 对 导脑棒 那个 就是豪钩站 其实铲子这玩意儿 在豪钩站的时期 也大方理财啊 工兵材啊 对 工兵材 就看他可以 他可以当做那个 锐气 你知道边缘可以当锐气 他也可以当就是 重的 重武器嘛 对 而且因为在比较狭小的地形里面 他也很好使用 所以当如果你在都市的时候 遇到丧失 这种比较狭小的场地时 比起枪啊 可能缠着还比较好用 这种接近战 他有道理哦 嗯 当时除了挑选孤岛之外 我其实还有两部也是 个人很想学 一个是 学末世路 不学末世路 这个是属于爽慢啊 就是里面正好 就是主角团的人 全部都会武术 然后就 就看到一群人 全部都很快乐的 那种切菜砍瓜 这样冲出校园啊 然后到处 到处移动 然后可能寻找家人 类似这样的故事 可是后来又原作者过世了 所以这部后来就 成为绝响 那除了这部 切菜砍瓜 然后卖肉之外 对 这部他的动画 他也有动画画 然后那个 乳窑甜蛋 呃 不是不是乳窑甜蛋 那个 动画 动画看的 我觉得有种 目瞪口袋的感觉 有机会 大家也可以看看啦 不过那部真的 就是很纯粹的 爽慢 对 爽慢跟爽 爽动 卖肉动画之类的东西 对 然后另外一部 我原本我也很想推荐的 可能之后也会推荐吧 叫做僵尸一百 在成为僵尸之前 在成为僵尸之前 要做的一百件事 这个跟学员孤岛 有种一曲同工之妙 对 可是因为这部更欢乐 就是 他其实是一个 以描述上班族的主角 就是在黑心公司 上班族的主角为背景 然后 他每天去黑心公司 搞到他已经快要 身心俱疲的情况之下 隔天 发现 耶 僵尸末日来了 我可以不用上班了 换岁 然后把门锁一锁 开始喝啤酒 就是这样子的 开头 对 所以这部我也很喜欢 可能改一天 也来推荐一下这部好了 可以可以 可是这个 有点脱离 基本交易派了 对 有一点 没有上 到头上 这种过程 对 所以后来想想 还是想说 今天还是来专心推荐 学院 孤岛这部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而且不管是私心 还是各种客观意义上 我都觉得相当棒的一部作品 刚刚阿子非常努力的 用理性 去解释了 解释了 选择这部的理由 但我相信 选择这部的理由 还有一个 更加更加 私心的理由 好 这个我们先略过 好 OK 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说 这个学院孤岛 它是由四个女高中生 然后在学校 很开心的过学院生活的故事 是 那么 对 那这部 他的作者是那个 原作是那个海法济光 海法济光 这个人 我觉得可能大家 不是很熟悉 他是 他是在那个Nito Plus里面 Nito Plus是一家 算公司吗 游戏公司吧 嗯 由学院玄 主导的那家游戏公司 我知道 因为我之前有在看那个 东里建游记 是 稍微了解一点 是 是 所以这部学院孤岛 虽然说原作是海法济光 但是Nito Plus 他们也有协力制作 嗯 我光是这样讲 大家就知道 臭名交章 对 大家就知道这部 是怎样的臭名 但是 嗯 是一个人在推荐给别人 然后默默的说明 这个作者跟相关的制作团队 之后会 和和和笑的这一种 尤其是你对 完全不知道这一块的 圈外人吗 或者是没有接触过 这一块的 人士来说 推荐有一种 别样的 微妙爽感 对 我觉得这点很棒的地方是说 她不单单只是美少女的 上师末日生存求生计 不单单是这样 我觉得这部里面啊 让人 与其担心周遭的危险 我觉得 你反而担心的是 主角的精神状况 对 没错 我真的非常的 为她担忧 就是一个 我完全被激出了 母性那种概念 对 很有意思哦 它里面就是 你会发现到说 其他的社团的成员们 他们 很 努力的在维持着 主角的精神状况 嗯 虽然说主角 有主角的主角格 它可以化解危难 但是这种化解危难的 平静的 海面上 下面波涛汹涌 对啊 里面 里面我觉得 它里面一个很大的 特点是在于 那种 呃 心灵上的 救赎 跟 支持吧 这点 这点好像是说 一开始在看的时候 好像会觉得说 呃 都是其他两个 就其他社团的人 他们在 可能 确保维持 那种生活 生存的一些 基本技能 然后 可能在尽量 不要戳破 那个 游记的 那个 怎么讲 精神世界的情况之下 然后 让大家可以过得 开开心心 简单说就是 用谎言来 维持这个 和平的假象 这个是比较 直率的讲法 可是实际上 那你看下来时 你会发现到说 他们其实也 对这件事情 有热在其中 而且 有有有 对 有记得他们 这样子 其实反而也 对他们 也是一种救赎 是啊 我很明显的 感觉到这点 其实虽然像 累赘嘛 有时候我们看一些 漠视作品 对那一种 无所作为的人 会忍不住生气 就是说 人家那么 努力认真 你这家伙 无所作为 可是在这一部里面 你会觉得 主角继续 无所作为也很好 就是你会忍不住 想跟其他人 一起保护 保护这样子的假象吗 好像你自己 也处在那种假象里面 对 不过里面 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 那个梅记 就是 这个是他之后 才新加入的 算是他们 之后 有外出校园 寻找物资时 然后又顺便救回来的 也是学校的学生 不过想他们一届 那 他一开始对游记 也是比较尖锐 也觉得说 你这样子 你们这样子真的好吗 你为什么不让他 认清现实 可是在后来 渐渐的他也能够 理解到说 为什么他们 会继续维持 这个学院生活社的 这种生活方式 就是 当你在这种 这种 混乱的 可以说是 几乎都没有活人 然后非常危险的 环境之下 你确实会需要 有一个寄托 跟一个 一个 怎么讲 心理上的 平稳的 生存方式吧 嗯 可以继续支持下去的力量吧 就是他们可能 已经准备好很多物资 就有可能预算 他们可以在这里 撑上一个月 但人的 人的精神 可能反而撑不到一个月 嗯 的这种感觉 对 所以 呃 这部作品 除了这个地方 还有就是 我觉得 他的故事的 结构很完整 这一点 我觉得很棒 结构美 我也很喜欢 结构美 对 因为他 从头到尾 都一直紧扣着 学员生活的 这个概念 去看 所以如果你 把他整个 大纲拆下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 他是一个 一个非常漂亮的 正常的 学生 会有的 一个学员生活状况 我不知道这怎么讲 我觉得这样讲 就有点 有点捏他后面的故事 那我觉得 我们就直接 从这个地方剪开来 然后后面 我要开始直接 来讲讲 整个故事 他比较细部的地方 还有就是 我觉得这部的结尾 其实结得很好 嗯 真的 上司类作品 能够结尾 结得很漂亮的 就我个人啊 像之前 我很推崇的那本 末日子第三 那本小说 它的结尾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 结尾方式 那本小说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看 对 我觉得 喜欢僵尸类作品的人 一定要看 末日子第三 那本小说 强力推荐 对 可是其实现在 如果大家讲到 僵尸类的时候 后第一个反应 会跟你说 韩国的那部电影 韩国的 司速列车之类的 是是是 韩国最近 好像也有一部 也蛮有名的 我觉得有机会 可以讨论一下 这些韩国 韩国类的漫画 或游戏 或什么之类的 我们的盲区 其实韩国的 很多小说 漫画游戏 也是很有名 嗯 啊 那个恋爱生存战 我也觉得相当不错 对 他也是上司系的 对 不过那个 那个之后 有机会再说吧 那我们来 直接来讲讲 那个 学院孤岛它的 一些比较详细的 呃 算是有剧透的地方吧 所以我觉得前面应该 透了个大部分了 呵呵呵 大家已经可以选择自己去看了 感受一下那种 微妙的诡异感 是非常大一个乐趣 对啊 今天感觉上我跟阿姑讲的比较破碎 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实在很喜欢上司的作品 所以每次一聊一聊就开始很 很发散 呵呵 可是上司真的很棒啊 你知道我很发散吗 因为阿子放弃了他作为一个 掌控者的 呵呵呵 角色 平常都是我跟三美负责发散 然后阿子说啊 好了我们现在来就是讨论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呵呵呵 可是因为我实在很喜欢上司啊 我真的好喜欢上司哦 我我真的很喜欢上司哦 我重复的三次就像跳阵一样 呵呵呵 让你讲一下 我很好奇让你讲一下你喜欢的点好了 因为其实我gap不到上司你知道的快乐 我觉得抱头很棒 我觉得身手很棒 但上司本身 我没有什么感觉 上司 我就是抱头跟上司很棒啊 呵呵呵 欸 欸 我觉得上司会好 因为我一开始第一次看的时候 后看那种上司类的作品 我真的觉得这就是欧美会做的类型 把人变得很恐怖很恶心的类型 不是日本一种漠视感 嗯 我在想啦 因为你要合法的拿枪或者是拿武器 把人型的东西爆掉 你只能在战争上面 可是你在战争类故事 又很会 又道德一体 对 你没有 你要想办法如何让我方成为 正义的一方 正义 对 那你只能把他们变成怪物啊 对不对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活死人 活死人登场嘛 那活死人登场之后 你就可以毫无压力的把他们打爆啊 呵呵呵 好有道理哦 好有道理哦 呵呵呵 对啊 所以 就 一方面是 那种人类的残暴性 应该是我个人的残暴性 呵呵呵 对啊 因为我也有考虑过 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们维持人的样子 很多野生动物 对 变成怪物 也是很可怕的一个主题 但为什么上司永远不退流行 啊 因为就是把人型打爆很爽 呵呵呵 让他们掉场子 这样 对 对 因为他们是 还有就是人 人会变成怪物的这个危机感吧 危机感 对啊 你被僵尸咬到 你被上司咬到之后 你又变成上司 而且 我个人喜欢的是那种 没有疫苗的 就是你被咬到之后 你就是一定会变成上司那种 我其实没有很喜欢那种 主角 主角会 没事的这种设定 就碰着机死 对 嗯 好 没关系 所以 所以你可以理解嘛 虽然我觉得我讲的没有很明确的 可以讲出 为什么我这么喜欢上司末日系的作品 可以可以 可以哦 就是因为我觉得 一就是你跟阿伯刚刚说的 我觉得把人型打爆很棒 二就是 在这种 怎么讲 只有人类崩坏 但是一些文明跟一些物资还残存的情况之下 然后你收集物资 建立自己的根据地 或者是到处旅行之类的 我觉得这种都是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类型 就是如果这种东西做成游戏会很好玩啦 但是如果实际上以生活来讲一点都不好玩啦 是 可是因为在这种状况之下 天灾巨变的影响对整个自然环境 还有阿子你说的物资的影响算是比较小的吧 比什么地震啊 或者是飓风等等 把整个世界全部毁掉 然后只剩人类在苟延残存的情况下 对 它算是 它算是可以 怎么讲 有危机感 然后同时物资又够多 你的存活可以借在一种 很不错的平衡下的这种环境 我就很喜欢这个 因为我是很喜欢那种 盖家屯物资类型的游戏的人 所以像上司这种背景 有足够的物资 然后可以 可以又足够的危机的情况之下的这种 是我很喜欢的一种背景 那这部 这部学员孤岛的特色 除了这些之外 它又建构了那种 如何维持学员生活的 这个 这个情况上面 这点我觉得就很棒 那我们直接来讲讲 学员孤岛它比较详细一点的地方 我刚刚有提到说 它的结构完整嘛 对 所以其实它 它非常漂亮的就是说 它的故事啊 是学校生活嘛 实际上你把它整个 整部大约一共12集 已经完结了 就是台湾东方有把它出完 这非常感谢 就是12集 它把它全部 整个 把故事流程 它可以分成 就是一 学校社团 然后 接下来呢 他们有校外教学 接着就是 学校生活的 学毕业 那在毕业的时候呢 他们还有选择 就是要就业或升学 之后呢 他们选择了升学 所以他们进行了毕业旅行 然后到了大学 有大学生活 大学生活结束之后 就有一个返校日 返校日结束之后是个 就成为社会人士 开始就职 就是一个 有没有光听这样的故事 大概好像是一个 非常正常的学校生活 为何如此有现实感 对哦 但实际上它 它完全每个环节都 扣合着它整个 主线故事 这点我觉得非常棒 虽然它是一个 上司末日类的作品 但它没有非常的 浮躁条约 它非常具有 学院生活的结构 其实如果你不把它 用学院生活去解释 你也会发现 这些事件 是很多上司或末世类作品 很常出现的事件 比如说 有新的人加入 这点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的 是啊 可是我觉得就是 它可以在 这种上司背景之下 却一直把这种 故事大纲扣紧在这种 可以对应到 一般的学员 学生的那种 学员就学 然后到毕业之后 成为社会人的 这个整个的脉络 都可以互相对应 这点我觉得很棒 所以这就是 作者的脑浆 对 我觉得这点 真的很有趣 而且都说得上 就是这点 我觉得这个 真的很有 我很喜欢啦 非常棒 一开始最惊艳的 就是关于游记 我们的主角 Yuki的 她的精神状况 跟她的改变 她的成长吧 一开始就是 Yuki她是 好像就是因为 她为了自我保护 所以她 产生了幻觉 她认为说 就是学校一切如洗 大家都很快乐的 过一般的学生生活 然后连 一直原本 照顾她们的词解 也没有死掉 故事中一开始 好像他们这个 学生社团有一个 有一个指导老师 但是这个指导老师 其实在故事开始之前 她就已经 应用殉职了 用应用殉职 这点有点妙 但是实际上 确实就是 她为了保护他们 已经 对 已经牺牲掉了 可是在游记的世界中 慈解她是还在的 那这点其实很好玩 就是 其实慈解她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回时 我们会发现 Yuki的精神状况 很危险 但这里的时候 她还没有 还没有跟读者揭露 其实慈解也不在了 可是你会发现到说 里面有很多小地方 例如说可能 食物的时候 摆盘的数量不对啊 或者是说 其他角色都没有跟 慈解有所对话 都反而都是跟Yuki 然后借着Yuki 在跟慈解对话 就是这种 一些很细微的小细节 然后到之后 才会揭露出 其实慈解也已经 不在了这个事实 会让读者感受到一种 跟她一起感到震撼感 嗯 这个地方真的很有趣 之后就是说 他们为了能够学校的物资 还是有点不太够嘛 虽然这个学校 很奇怪的是 这个学校 她的独立生活的设备 相当的完善 就是她不但有那种 自己的进水设备啊 然后还有发电机啊 甚至连顶楼都还有那种 家庭菜有那种菜谱 可以种菜啊 本身就已经都已经 有种好的食物在那边 其实她会讲到 这一块去解释 我还蛮压抑的 因为很多就默认 对默认他们有办法这么做 不会去解释 对 她却在故事中去解释说 为什么这个学校 会有这么完整的设施设备 实际上这个就是 他们后来在学校中 就有发现到一些文件 里面就有提到说 这个学校它是一个叫做 兰德尔公司所属的一所学校 它是那个什么 寻之秋高中吧 甚至他们还找到一个 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每个教职员 都有一种叫做 教职员避难手册 里面有提到说 如果爆发类似 相关这样的危机 你可以躲到地下室啊 那边有一些那种物质可以使用 而且这个学校也有 类似这么完善的设备 你可以完全把这个学校 当作是一个避难设施 或者一个据点 然后他们就很纳闷讲说 奇怪 难道兰德尔公司才是 知道这一切的事情吗 难不成他们就元凶吗 这样 反正就是 主角群们 他们就对这件事情 抱持怀疑啦 所以他们原本就想说 那就去探探路好了 竟然都难得有找到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里面的 胡桃这个角色 就是故事中算是武力担当 就是什么 身体派的武力担当 拿着小铲子的这位 小铲子 对啊 胡桃人气很高呢 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看又帅又可爱的 那个要去哪里找啊 又帅又可爱 他的那个人设充满了 作者的欲望 哪有 没有 你一直说 主义想要让他成为 人气角色的欲望 哦 这倒是 是吧 对啊 然后另外一位那个 若霞 优理 优理她的话 就比较脑像大姐姐 她就是那种 负责就是 计算 还有多少食物啊 然后负责超辞佳绩啊 菜园重菜 也是由她负责在做事这样子 算是 照顾大家的姐姐角色吧 那另外后来 在他们在那个 就是他们就是在校外教学的时候 才认识Miki嘛 美济她其实是因为 她原本是跟同学 放学之后去百货公司逛 结果不小心 爆发了危机之后 他们只好 就是跟一些幸存者一起在 百货公司 算是就在那边当剧脸存活啦 可是因为你知道 人多总是会发生一件意外 看上试片看多了就知道 人多总是会发生各种意外 所以到最后 搞到最后就只有 Miki跟她另外一个朋友 她的好友两个人活下来 他们就 一直归到最后面吧 她那个好友叫做归 她真的就是 再也无法忍受了之后 她才 她就自己决定离开这里 然后就最后只剩下 Miki一个人在这边生活下来 这个地方的表现手法 其实很有趣 因为她跟动画的表现手法 是完全不同的 动画里面 就是漫画的原作里面 是他们原本是有 跟一群幸存者在百货公司 后来幸存者里面 就是发生一些 好像就是有人被感染吧 然后就从那一部开始 整个崩坏 然后只剩下他们两个 逃出来 然后躲到一些 比较偏角落 一个小房间里面 把自己反锁 对 躲起来 那里面最后归是因为 她后来已经无法忍受 这种绝望的生活之后 她自己选择 选择算是离开 她是比较绝望的演出 就是她无法承受 这个压力的 比较绝望的演出 可是在动画之中 她却把它改成说 就是这个幸存者 他们完全没有遇到 幸存者的 就是他们直接就只是两个人 就两个人就躲起来 然后里面的表现是说 归到后来 她是为了能够寻求希望 而离开的 我觉得就是情绪上的 做法不太一样 动画跟漫画之间的差别 动画的话是指到 第一部结束 就是高中篇结束 并没有做到 后面的大学篇的内容 那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胡桃在里面算是 武力的那种 身体担当性的角色 对 优理是那个 总指挥类型 对对对 超时加业的类型 然后这个新加入的这个 Micky他就是 比较说是头脑担当吧 比较冷静的那个头脑担当 然后是他们 小哈密界 所以是学妹 他能够一个人在外面 独自存活这么久 也代表他其实 他有很强的意志力 对 真的 我真的非常的 对这个印象深刻 他突然没演出来 我也觉得 这家伙不是简单的 对 他可以在 在龟都已经离开 他的好友离开的情况之下 他依旧努力的保持正常的生活作息 就是你然后就是固定时间起床 然后读书之后就是吃饭 适当的运动 就是他会 他一直让自己维持在那种正常的环境之下 然后保持自己的精神状况 然后直到听到那个 Yuki他们就是出来搜寻物资的时候 他才冒险出来 跟他们寻求救援这样子 所以就会知道说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会面对现实 他会直视真实的这个残酷的那种类型 你说到重点了 对 当他一开始看到 看到学员生活社 为了保护游记的这个精神状况时 都用谎言在 在维持这个世界和平的这种状况的情况下 他很看不下去 所以他那时候一开始有跟他们争执说 为什么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顺着他 你们为什么不让他认清现实 然后其他的胡桃跟那个 那个优理他们两个人就 比较温和的表示就说 你跟他再相处看看吧 你会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子 所以这段的 就是Miki跟Yuki的他们这个相处 然后慢慢的磨合之后 他才理解到说 其实在这种绝望的世界中 有像这样子的人在 其实也很好 就后来他们两个就是 虽然是关系就处得比较好 结果原本以为说 就是会继续过这样的学员生活 就没想到说 他们不小心引来了 他们引来这个神秘的公司 兰德尔公司的注目 所以他们就派了那个直升机过来 结果好像因为那个直升机的驾驶员 可能在哪里被咬到干嘛吧 就发作病变 所以后来直升机坠毁在这个学校 引来了火灾 那这段其实是整个第一步的大高潮 因为里面其实在这段过程中 还有就是胡桃他为了去探索 他们那个所谓地下室 就是那个逃生守则里面 有著名的地下室 就在那个地方呢 却发现了那个磁解 我们那个已经被上司感染的磁解 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磁解 在他感染的过程中吧 他为了不要伤害到Yuki他们 所以他自己默默地躲到了地下室来 就在这里变成了上司 那看到变成上司的磁解 胡桃他一时之间下不了手 就被咬了 伏笔在这里 上司作品里面最常发生就是 无法对熟悉的人下手 然后反而被咬的这个 然后让其他同伴们面临 天啊这家伙 我又把他杀了吗还是 对这段就是胡桃他他就拿那个手铐 算是把自己铐起来 然后他有把刀子就是什么这样 其实这里面有一段回忆就是他有事先有跟那个 有跟那个 Yuri Yuri 对Yuri讲说如果他真的发作了 叫他把他杀掉 这一段实在是 这个故事真的就很精彩 就发现同时就是一学院失火了 然后二就是胡桃被咬了 然后三就是我们的那个 Mickey Mickey他就是新来这个学妹 他就觉得说应该是有解药 因为桃子手机上面写有解药 所以他就说那我再回去 那个地下室寻找解药 同时发生的就是这三件事 你就发现大家就是在校园里面到处奔波 当然啦 故事为了继续下去 后来还是顺利解决了 就是解药拿回来 然后火好像也熄了 在地下室又找到物资 那胡桃又顺利的又清醒过来 那一段其实有一段我非常的 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因为Yuri姐有先跟胡桃有约定 就跟说如果被咬了就杀掉他 可是其他人是不知道这种状况的 对 所以当开门那一刹呢 看他们信任的又理解 那时候真的很危险 你知道那时候那一幕就是 他那时候刀已经拿出来 准备要插下去了 对 不过我觉得他是能理解的啦 在那种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都能理解 所以在这一段过程中 就是我们的主角Yuki 他在这一段过程中 他其实精神状况有 有回复 改善 对 可是他的改善方式是 我觉得那幕的表现方式很有趣 就是他在 他平常他的视野中 他看到的世界其实是原本的样子 然后教室什么 其实都是很正常的 并不像其他人看到就是波兰啊 然后很多血迹 他看到的都是正常的 可是他在那时候 他看到的教室 却看到一具 一具那个他们在地上 这样子爬动 你会发现到说 那个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说 他其实已经 已经可以 怎么讲 所谓的直视 现实了 分得出来 现实跟 现实跟他的幻想了 就是我觉得他那时候精神状况算是有偏改善 嗯 可是这种改善有时候让我觉得 或许不改善比较幸福 有种微妙中的感觉 对 可是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他的 他变得很坚强 他的精神力 变得越来越坚强 就是 他还是会说有慈姐在 可是 你会发现到说 他其实应该已经 他已经分得出来 慈姐已经不在了 因为里面就是 当他们在那个顶楼 在祭拜慈姐 对 他们后来又把慈姐好好安葬 他们在祭拜那个慈姐的墓碑的时候 他是有能够认知到墓碑的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 你可以很清楚感觉到 他那个神情吧 我觉得这个画师的表现也很棒 就是你可以认清到说 他的神情就是有种很清朗的感觉 就是他已经 怎么讲 跨过了重要的一步 对 对 但是他还是会跟其他人讲说 慈姐 慈姐干嘛 但是有时候偶尔他会忘掉 最近我就觉得很好玩 就是还要别人提醒他 诶 那个慈姐 慈姐怎样 他说对呢 然后就 我就 你根本忘掉了吧 你当时忘了 说到这个 他其实这部作品很多地方 是很欢乐的哦 对 很快乐啊 就是 那美少女 然后嘻嘻闹闹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 然后顺便杀一下僵尸 啊打 可是我们因为前面讲的 比较沉重的东西 但大家不要误会 他这部非常的欢乐 因为他是学生生活 是 他是欢乐下 有一种不安 微妙的感觉 但这种微妙 不安 你只是稍微感受到 大部分时候 他们主角四人 还是非常快快乐乐 闻闹在一起 对 他们还自己办运动会啊 然后自己办一些 很快乐的party之类的 就是学校会有的那种 学生生活 他们都会顺便 就一起自己办 很快乐哦 甚至他们在那个学校 不是说 因为学校都放火烧了嘛 而且他们有在那个发现一些关于蓝德尔公司的资料 他们就在想说应该要去寻找一下真相 也顺便就是物资也差不多 怎么讲 不太够吧 他们那时候就是后来有决定说 那是要去前往蓝德尔公司 他那个机构那边 还是说要去他另外一个辖下的辖下的大学 就是叫做什么圣伊西多尔大学 就是这两条路 然后Yuki就说 这不就是所谓的升学还是就业吗 然后他们就 他们那边就那边很开心的讨论到底要去哪一边 所以后来他们决定选择升学 所以他们就去了大学 而且他们在去大学之前 还好好的在那个学校 清理的学校 然后在学校办了那个毕业典礼 我就 天哪 你们真的是 真的很认认真正的在过学校生活 观测学员生活 没错 就这里很棒啊 这边就是第一部结尾啦 动画也是在这个地方做Andy 他们就最后就是他们离开这个学校 不过漫画它后续就还是有后续的部分 我觉得后续的部分虽然变得比较沉重一点 但是也是相当精彩 而且有把整个故事的真相 跟解决方式有画出来这点我也很喜欢 所以会有第二季吗 动画应该不会有吧 会有吗 不知道呢 不知道呢 看第一季反应 第一季不错啊 第一季不是动画很红吗 连带的这部其实也红了一阵子 所以这部其实应该算是有红的作品吧 我们这样讲没关系吗 应该没关系吧 想讲就讲吧 对啊 想讲就讲啦 管它 而且有些人可能也忘记了 那就再继续讲吧 让我们回忆起 应该也好几年的吧 有一阵子了 后来我们不是有提到说 Yuki的女主角的精神状况有改善吗 然后结果现在他们离开高中之后 前往大学的这个 他们称之为毕业旅行的这个路上 我们的那个Yulia 就是那个原本超时加入的 那个大姐姐型的这个角色 她精神上况把它出问题了 好像其实我还蛮能理解的 嗯 她压力也很大呢 对啊 对 然后他们在毕业旅行的过程中 就是他们有找到就是其他人的一些 算据点嘛 可是都已经 人都已经死了 然后在那边还有获得 那个休旅车 好棒哦 他们就有获得休旅车 然后开始休旅车旅行 我觉得哇好棒哦 这不是上司作品中应该要有的吗 就是开着休旅车 然后到处移动 赞啊 OK 不过真的要怎样 在都市里面还是休旅车比较方便 对呢 都市如果大部分考虑到 还是都市的状态 嗯 对啊 然后我们刚刚不是话题是在 那个 Yulia的精神状况吗 放松了 把算放松吗 就是当他不需要在当大家唯一的指挥的时候 还有其他人出现的时候 还有我觉得还有就是作者要让那个 在一个精神不安定的要再作家一个 因为原本那个安定下来了 对 所以还是要弄一个不安定的进去 我觉得可能也有一点戏剧上的效果吧 还有应该说那个时候就是他的罪恶感终于涌上来了吧 他里面就有提到 他想起了其实他的 他还有个妹妹 但是因为他一直忘掉这件事 也是因为 怎么讲 他罪恶感吧 他当时觉得说是 当初是因为他 他不小心放手 才知道他妹妹死掉 他那种跟游记不太一样 他是故意不去想 对 其实是他知道他妹妹死掉了啦 只是就是 他当时一直没有想起来这件事 然后他对这件事情一直怀抱的罪恶感 直到说 他们有看到那个 小僵尸 就是小孩子的僵尸 然后那小孩子的僵尸脖子上有挂着一个求救牌 就好像是有人把那个求救讯号挂在上面 他们想说那我们去救援吧 他们就去冒险进到古校里面要去看有没有办法搜寻到幸存者 结果在那边就几乎都没救了 但故作品里面他其实在一些比较残酷的地方他画得很隐晦 他里面就只是胡逃他进去 然后就很快退出来然后摇摇头这样子 就之类是这样的表现手法 我就觉得这种很温和的做法我其实还蛮喜欢的啦 然后在这段过程中我们那个Yulia 她就是觉得说一定还有人活着的 她又是在冒险又再进去找了一圈 后来她成功的带了一个小女孩小刘出来 就那带那个小刘出来的时候呢 跟大家讲说你看果然还是有幸存者吧 的时候其他的人都认了一下 然后互相看对方 之后Yuki非常自然的就怎么讲 接口就说哇你好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然后就这样子很自然的就相处下去了 然后我就觉得 不愧是Yuki的这种感觉 不愧是Yuki呢 对这个地方的表现手法真的是非常有趣 就是里面如果说有小刘出现的画面 如果就是如果当时有理由在场的话 就是小刘是个看起来很可爱 然后不太讲话的一个很怕生的一个小女孩 但是当如果画面切到 就是可能只有胡桃跟美姬在的时候呢 他们看到的那个小刘的影子啊 怎么看都不像人类呢 我觉得当时我当时很害怕 她带了一些不该盖出来的东西 但是幸好不是那么恐怖的东西啦 这边的话就是一直到最后好像 Yuli的精神状况好像一直都没有 怎么讲 没有稳定下来嘛 一直是令人担忧的状态 可是因为自从有找到小刘之后 她的精神状况是比较平稳的啦 只是她就把小刘当作她的妹妹这样在照顾 然后里面就只有Yuki可以非常自然的 自然的跟小刘还有Yuki她们这样一起互动 我就觉得啊 真不愧是Yuki啊 就是这部里面真的 角色的这种精神上的这种非常细腻的互动 这一点我真的很喜欢 她整部都很 大部分的情况 这些美少女们都过着非常开心的校园生活啊 那如果让她们有紧迫感 让人家觉得不安不正确 或者是反差感吧 反差感吗 对啊 这种诡异的精神状况很有必要 就是她们过得很开心 但这种开心是在一个随时会崩裂的假象之下 对没有错 就是这种如履薄冰的感觉吧 让人觉得就是内心那种那种喂爆蛋的感觉非常的棒 可是你会忍不住觉得好吧 让我们有酒精 那叫什么啊 今朝有酒今朝醉 是是是 就开心的做吧 就跟她们一起快乐吧 对 就这种感觉 对 所以到后来她整个故事 就还是来到了大学生活嘛 然后在大学这边 她们有遇到了幸存者 就是一些大学生 那这些大学生她们就是 人多总是会有一些争执 那就有 她们就有分成那种 所谓的 就是 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她们自称叫做自甘堕落同好会 就是一群那种 耶 我们快乐的窝起来玩吧 这样子 要加入大学的社同吗 来哦 对 来哦 然后另外一派就是武斗派 就是不准进来 不准靠近 然后外来者全部杀 之类的 武斗派 所以 她们来到大学就 毕竟 跟武斗派还是有起冲突啦 可是因为那个自甘堕落同好会那群人 她们就决定保 保下 保下主角她们这群人 所以就 还是有顺利的进入大学 那在这边她们 也是想要知道说 到底 这个 这个病毒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到底我们有办法 解救到底是怎样 这段就是所谓的大学篇的一个比较核心 那里面也比较危险 因为毕竟有像武斗派这群 算是持有 会持有一些武器 会具有攻击 攻击性的这群人存在 这边他们两边也发生了一些很多的 碰撞嘛 跟危机嘛 而且 而且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那个 优利的精神状况 还有就是 胡桃她的身体状况 对 还记得胡桃她之前被咬了嘛 然后 她在离开学校 就是高中之后 到大学这边 她的状况越来越差 就是她时不时 你就发现好像又要发作的状况 而且她 她好像 她甚至就是体温变得比较低 然后在上司群中 移动时 上司们好像也会把她当作同类 不太会攻击她 那她自己好像也时不时会失去意志 所以这点在漫画的表现上 非常棒的地方是 你会看到说 在睡觉的情况 的画面 那个胡桃 她会拿手铐把自己扣起来 她在睡觉的时候 她会把自己扣起来 然后我就觉得 这种细微的小地方 让人看得 怎么说 有点心疼 你知道吗 母性 母性再度诞生 我看的时候是很有这种感觉 虽然说是像幽莉姐那样子 感觉做了大大姐姐的角色 但是因为她的 精神状况 对 精神状况后来也有点出问题 你会感受到一种母性吗 嗯 是 我会 对啊 然后胡桃她则是因为 她因为很担心自己会发作 变成僵尸 所以她 她会在睡觉时 她会不信任自己的 不信任自己 当她觉得自己很快 失心意识的时候 她都会把自己扣起来 我就觉得 这孩子哦 唉 嗯 那 这一段的过程 就是她们在做一些调查 然后她们有认识 就是对这个僵尸病毒 有更深刻了解的一个研究 算是研究神吧 叫做什么 清洗锥子吗 嗯 对 那这个锥子 这个角色 虽然她是蛮后期才登场 那她其实 她其实是一个蛮关键的角色 就是 她后来有调查出说 其实这个上市病毒 除了被咬 伤口会感染之外 其实她也 这个也会是空气感染 因为里面 她里面有发生 就是武刀派他们内部 就明明有人 没有被咬到 可是她却发作 变成僵尸了 然后 就是这件事情 她就把这研究成果 讲出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才产生哗然 就说怎么可能这样 我们努力到现在 只是为了想活下去啊 怎么 居然跟我说是空气感染 那这样要我们怎么活这样 这总之就是 大家就很混乱啊 那 他们就在开始做调查 讲说那到底有没有办法 可以解决这个东西 我觉得 这段的过程就很精彩的地方 就是她把它 最后他们找到 真的 真正解药 他们真的有找到真正的解药 然后这个解药 其实是 怎么说 当时他们调查之后 发现 其实像这种上司病毒爆发 以前也有发生过 好像最近一次是发生 它里面有写的 好像是在1968年吧 然后当时是 军方他们用那个 爆炸事故 就是那种 未爆弹爆炸事故 然后用这种借口 清除掉那些感染者 所以那时候是有把压下来 那 可是这种事情 好像据说之前也有发生 可是为什么 虽然以前有发生 但是却没有这么大规模的感染 是因为其实 那个算是一个风土病嘛 但是 大部分人却能够抵抗 是因为他们 那附近 有一个酒枣 跟他们一个河川 的水 里面有一种物质 其实是可以对抗病毒的 就是人类的希望 对 那 这一点他们后来调查说 他们在调查说 原来水中 就是他们 他们那条 他们住的那个城市 就是寻之谷 就是他们的寻之谷 高中的附近的那条河 里面的 水中的物质 其实是具有 对抗病毒的效果 而他们 其他人其实 其他人其实平常 是喝自来水 可是就是因为 他们那个学校 使用的水 却是直接从河水 里面打上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 他们在学校生活这么久 他们喝学校的水 其实他们 其实一直有 不断地在喝这些抗体 而为什么胡桃 好像 纵使被咬了 好像后来也 后来也没事 就是没有 没有真的 没有真的感染发作 原因也是因为 他之前就已经有 在喝学校的水 所以他有抗体 当时给他打的那个 所谓的 他们称之为解药的 其实也只是一种 安慰剂的效果 其实并没有 并不是真的解药 其实我第一次 看到这里的时候 我不太能理解了 我就那时候 很担心说 是不是哪里漏了 因为有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 逻辑链的漏洞 有时候我们会 对 帮作者解释一下 就让他这样 pass 然后但看到后面的时候 这边有解释的时候 我相信 我其实还蛮有 眼睛一亮的感觉 对 因为当时他说 去拿解药 就是好像 为什么兰德尔公司 会有解药 然后就想说 那是不是就兰德尔公司 散播了病毒 但是你后来看到 后面他会讲说 其实这个是当地的 类似风土病 它实际上 常常会发生 可是因为当时也有伴随 就是他们如果有 饮用附近的饮用水的话 其实是 其实是不会发作的 就是 饮用那个河川的水 其实是不会发作的 所以其实是有物质 那只是因为兰德尔公司 他发现了这个东西 然后去研究 然后 把它扩散开来了 对 才变成这样子 好像自然界都有一个规律 说毒药的附近 都会有解药 对啊 其实 其实就有点 类似这样的概念吧 那 总之他们发现到说 原来 那个河川里面的物质 是可以制作解药的情况下 然后加上胡桃 他当时已经 怎么讲 发病的很严重了 就是虽然他里面 体内还存有 就是 体内还存有一点抗体啦 但是自从离开学校 就是没有在喝学校的那些水之后 他的 他的那个 抵抗力就越来越弱 所以他也快要变成僵尸了 他们就想说 那 那必须要回去 就赶紧要 必须回去学校 就是拿学校的水 这个就是对应到 那个返校日 有没有 到大学之后 就是不是他们 还是学校会回到 学生会回到 学校的那个返校日吗 都没有道理 对 都没有道理啊 所以他们后来又 又决定冒险 又返回高中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有跟 兰德尔公司的联系上 兰德尔公司内部 其实也分裂成两派 都是分裂成两派 有分那个兰德尔的议会 平议会 就是所谓的 保守派 文件派 他们觉得 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比较和平的 解决这件事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 则是所谓的五斗派 就是保卫组织 他们是 拥有比一般军队 还要更好的那种 精良装备的一群 他们觉得说 应该要使用导弹 把这个地方全部炸平 对 所以 这个时候又进行了 那个 同时又发生了 好几件事 你看大家都喜欢 在同一个时间 发生很多事 很多故事都喜欢 搞这种手法 就是 他们 他们之间内部 内部有点被分散开来 他们想办法聚集 然后胡桃发病了 他们要想办法 要返回 返回高中去拿水 可是这个过程中 他们又必须要赶快 赶快跟那个 兰德尔机构那边 去告知说 其实是有解药的 兰德尔公司可能 过几天就要发射导弹 就是同时 可能就要把这边移平了 那 可是必须在那之前 告诉他们说 其实是有解药的 要劝导他们 要劝他们说 就怎么讲 同时很多事件 事情发生 非常紧迫急切 就是让实体感受到 天哪我到底该怎么办 的这种剧情来临 对啊 然后这段时间又穿插了 角色们之间的那种 情感纠葛 没有啦 这边其实就是 有些角色 情况很不稳定 像胡桃 他其实原本想放弃了 他已经觉得说 我就我要离开你们了 我可能会伤害 我会伤害到你们 所以要先去 离开他们 避免自己丧死 伤害到他 可是又后来又被 又被我们的主角 去把他找回来 这样 就说不管怎样 到最后一刻 我们都要在一起 这样 我就 哦 哦 你这个叫我 就我这个内心 如何是好 OK 好啦 我们不要 嗯 好 这个先把它放到旁边去 好 嗯 对 所以到故事的 后来吧 嗯 真的是看着很紧张 很紧迫 不过 嗯 后面这一段 Yuki 最后面这一段 其实我是觉得有一点 不知道该说算是好 还是不好 就是 为什么兰德公司 最后没有发射导弹 的原因吧 好的 我们刚刚 刚一直讲的都是聚焦在剧情的部分 还有结构吧 故事的结构 但整体氛围 我们只有简单提到一点 就是它是非常快乐 非常 让人感受到美少女的优点 的 校园生活作品 对 我觉得 有一点 就是阿姿为什么总是见练心细 没有 就 刚刚 其实剧情没有讲完 因为我觉得最后 它那个结局 虽然是 有点类似Yuki的精神喊话 但是后面 它其实也有 讲到说 就是 因为Yuki Yuki的一番话 然后让 保守派 他们那边 就是 也开始行动 所以他们有去 把那五兜派那边压制下来 然后他们才决定 就是改成 改成就是不要用 不要用直接全部毁灭的方式 而是改成就是可能用 就 寻求救援者 然后 研发解药的这种方式 这样 所以最后的结局 其实是他们 真的就是顺利的 被 被兰德公司的 把文件派给救下来 然后 然后他们开始 信存者开始聚集 并且就是 怎么讲 讲办法 逐步的 逐步的 恢复他们的正常生活 这样子 然后 最后结局 其实我也很喜欢 就是四个人 他们 选择自己 不同的道路 例如说 像是那个 我们那个 大姐姐型的 那个 Yulia 她就是 算是在 政府单位嘛 就是类似那种 统筹吧 统筹 类似统筹的工作 对 类似这样的 就是她以前 她擅长的统筹这种工作 就是负责 调派物资啊 然后 然后这样子 而且还会顺便 去做救援的工作 就是 救援 信存者之类的 这种工作 那 为什么 胡桃 她没有呢 是因为胡桃 她其实 虽然说在最后面吧 又给她 又给她喝 喝那个 学校的水 我把她救回来 可是 她的 下半身 已经算是 怎么讲 瘫痪了 所以她那时候 后来 后来那个 胡桃是做轮椅 就是了 这个 看起来像是 体力派的人呢 她却决定要 当医生 所以 努力的学习 医学 然后跟着那个 当时 当时的信存者里面 好像后来有医生 她就是跟着那个医生 学习 然后从头开始学医 想要当医生 那么 至于他们那个学妹 Yuki 他们的学妹 那个Micky Micky她则是 决定要到处旅行 她当时在故事中 其实有提到说 她其实想要 写书 她有个梦想 想要写书 然后她想要到处看看 所以 后面则是 你就看到那个 Micky她一个人 然后 就真的到处去旅行 然后把寄信寄回来 这样子 那这段 这段 最冷静的那个法 变成 旅行者 旅行者 对 而且她自己有一个方外片 就是算是后日谈的方外片 全一册 不过台湾还没有代理 我是很喜欢她代理 就是以那个Micky的 Micky的信件 作为那个 她去旅游的这个过程 把它 集结成册这样子 而我们的主角呢 我们的那个 主角 Yuki 她则是当了老师 她当上那个 教那个 小 入志愿小学的那个老师 这边就是一个 平常受人家照顾的人 突然间长大之后 变成照顾别人的人 对 而且 她懂的什么才是 核心吧 对 她就是 需要受人照顾的人 缺少的是什么东西 而且你不觉得这很棒吗 就是她从 学生 然后这个学员生活 然后刚刚我们历经这个 看起来一幅很平常的 很平常的一个 一直到最后就职 就职之后又回头当老师 她一直在学员生活里面 对 我觉得这种 紧扣核心的这种做法相当棒 而且 而且那种 怎么讲 养育下一代 这叫养育下一代嘛 就是这种当老师 照顾下一代的这个 也充满希望的结局方式 我也觉得相当棒 所以我觉得这结尾 结得非常漂亮啊 大家都有自己的 自己的目标 跟自己的梦想 我很喜欢这种有结构没 然后结尾收起来的作品 真的 因为大部分的上市作品 能够收得漂亮 其实很少 就一时爽 真的一时爽 但是收得漂亮真的少 像这部吧 还有我之前 之前有在推 狂推大家去看的那本小说 就是末日之战 也是结尾收得很漂亮的一部 不过那个与其说是结尾 不如说那部算是回忆录吧 是已经结尾了之后的倒序法 嗯 不过意义都差不多 就是作者在创作的时候 本身就已经有架构 已经想好因跟果的那一种类型 对 虽然孤岛也是哦 虽然不要看他一群美少女 打打热热 感觉就是 感觉就是比较 比较 比较看起来好像萌系吧 就是萌系美少女跟上司 但其实 他的结构真的相当完整 而且他的故事剧情 很有趣 而且很有张力 就是真不愧是Nito Plus 真是厉害 嗯 对啊 然后 阿子当初选这部真的还有一点私心啊 不是一点 是很大一点的私心 哈哈哈哈 好 我觉得私心这种东西放旁边 我觉得不看私心这部也是非常的好看啊 对不对 对 认同 因为不顾没有 不顾本身没有跟阿子在这方面 对 有很大的共鸣 对 就是我处于我知道 然后不厌恶 可以看 但不会因此建立欣喜的状态 是 我在看的的时候 核心重点不会摆在这边 可能会比较偏向于 阿子我们前面 讨论过的剧情的部分 嗯 就是他们关于精神这种细腻的这种处理方式 然后还有作者的表现手法 那时候我会看 当然也是会抱持着 我就试试看了心情打开 但是因为他前面那里实在太 我觉得太亮眼了 那种叙述性轨迹的部分 所以我就一直很爽快的看下去 那看下去的过程中 也算是一波接一波吧 就不会想停下来 所以我觉得不论是你对这方面有没有喜好 就是你对百合有没有喜好 我都觉得这是一部很值得尝试的作品 是是是没有错 然后身为百合空看的话 会觉得更开心一点就是了 可是我在看的过程中 已经默认这个世界观里都是美少女 不然就是 有一点成熟的美少女 所以她到大学的时候 她到大学的时候出现一个男生 我想说 什么要出现 这个世界会有男的吗 就是比这个世界会有上次的点 更加令我惊讶 这个世界出现的男生 你知道我吐槽吗 你知道我吐槽对不对 你出现上次更令我惊讶的 对角色出现 好我理解我理解 因为感觉上好像就是主打美少女跟上师嘛 好我理解 就默认了这个世界观 不然就是一个脱离世界观的角色 好我们不要这样 这样感觉人家很可怜 好啦 总而言之 全孤岛它就是一部算是 在上次的作品中非常结构漂亮 而且剧情也很精彩的一部 而且才12集 更棒的是东藩还有把它出完 赞啊 这算是蒙西的红利吗 应该是卖的不错吧 而且东藩它其实不太会把书断掉 所以我是觉得还OK 所以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还没看过的人可以去看啊 那如果有看过的人 那再看一遍吧 买回家买回家 大家可能看动画嘛 但漫画可以买回家 对啊 而且你看动画也才第一部结尾而已 后面还有很大一段呢 大家有机会就把它一起看一看 对 赞 对后面并不是 它不是爽一时的作品 所以后面的结尾跟转折 还是非常值得一看 所以大家 下单 不要收人家下单 嗯 好啦 那么今天对学员孤岛这部 虽然讲得有点比较琐碎 而且比较长 因为阿子我一讲到上师 就很难保持理性 就什么都想讲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梦听梦听啦 然后如果听完之后 觉得对这部作品很感兴趣 非常想看的话 那就去找来看一看这样子 我会觉得非常高兴 好啦 那今天 差不多就到这里 阿贵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就到这里吗 阿子没有想要提一下 提一下什么 提一下 你最喜欢哪一个角色 以及哪两个角色之类的 他们的关系之类的 我才不要 我为什么要在这种环境下 秀出我的性癖呢 搞什么 我才不要 我又不像酸梅这样子 会讲出自己的性癖 对不对 难怪我介绍了什么 如果这时候酸梅出现 大概就开始了 就是酸梅会开始秀自己的性癖 这样子吗 然后对 我也会开始受她影响 开始探称 探称相对 这样子 反正 反正大家看了之后 有自己的喜好 是一个非常令我们开心的 对啊 如果大家可以有自己的喜好 我们非常的有乐趣 你的喜好不一定要跟我们一样 对啊 所以我们就不在这里 施加任何的影响了 大家快去看 这样 对 好 总之就是这样的一部 我个人很喜欢 那也推荐给大家 那如果大家会喜欢 那我也很高兴的一部作品 好 那今天的讨论 哦 好长的讨论 终于到这里要结束了 那么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之后还会是 关于有关于 漠视相关的作品的一些推荐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上班 上班 我们要工作 呃 好不 können 回去回去 工作 咯 大家可以 有一点